一组真实的数字令人动容 自1952年 我国空军的第一支试飞部队成立至今 空军试飞员成功试飞一百余型 数万架国产飞机 而这张耀眼的成绩单 是历经五百多次重大险情 和三十余名优秀试飞员 献出宝贵生命换来的 这三十余名试飞员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岁 其中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二岁 我从83年选来当试飞员以后 已经在我身边都走了好几个试飞员 说说我这个还算有幸 就说我不管怎么碰到这么多事 我意外停车都四十多次 但是也意味着四十次的生命危险 对 就是秒级的 一秒到九秒之间 你没处理好就要摔死的 十几次 所以我就觉得 这十几年的试飞生涯 应该说 这一辈子 就是我这一辈子 每一件就像我昨天发生一样 其实每次试飞都是在生死的边缘 是的 因为他试飞员他就是试飞的边界 他就是在边界上去飞 飞极限 你们是在用生命化这样一个边界 是 飞极限的目的是什么 是把这个余地找出来 找出来把这个余地留下给谁 留给部队 让部队不要去出事 就按照我们这个去飞 一点问题没有 你就突破了 也不会出事 我们会给你留个安全的走廊在这